大家好,我是君 今天这一视频的主人公是被称为现实版钢铁侠 现任特斯拉、SpaceX的CEO、天才事业家埃隆·马斯克 许多创业者中期一生的梦想就是能够创办一家市值超过10亿美元以上的独角兽公司 但这个男人,他成功了4次 而且是在4个完全不同的领域 在他成功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 而他自述的成功秘诀、低性原理究竟是什么 今天这一视频我们就一起来聊一下 天选之人是2020年我准备给大家带来的一个全新的系列 为大家讲述那些曾经和正在改变世界的人背后的故事 提前预告一下 下一期的视频的主人公是维基解密的创始人朱利安·保罗·桑奇 喜欢的朋友请务必点个关注 废话不多说 我们正式开始吧 1988年的6月 17岁的马斯克离开南非前往加拿大 准备以此为跳板救助他魂牵梦绕的美国 马斯克出生在一个南非的白人大地主家庭 母亲是一位超模 父亲是一位机械和电器工程师 也因为父母早早离异 他与弟弟金巴尔一直跟随父亲生活 马斯克早早就显露出了超越童年的智慧 12岁的时候就已经可以通过在杂志上发布自己的游戏代码挣钱了 不过爱出风陋的性格 也使他成为了校园霸凌的对象 好在他还有弟弟的陪伴 兄弟二人从高中开始就凑在一起筹划着创业 他们甚至在父母不知情的情况下 租了场地和游戏机 准备开办街机游戏室 但最终因为未满18岁 没能拿到城市许可 这使得他越发的想要逃离南非 17岁的时候 马斯克通过继承母亲的加拿大国籍拿到了护照 并且第一时间买了机票飞了过去 但等到他到了才发现 他在加拿大舅舅早已搬去了美国 无家可归 他只好一边在锅炉房农场里面打零工 一边乘巴士 四处寻访各种巴竿子打不着的远房亲戚 情况直到一年后 母亲带着弟弟妹妹来到了加拿大才得以改善 重回学校的马斯克先后就读于皇后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 但他几乎从来不去上课 而是四处寻找互联网公司的实习机会 并和弟弟金巴尔谋划着再次开始他们的创业之旅 1995年 兄弟二人创办了一个名为Globalink的大众点评模式的信息网站 并最终更名为Zip2 在电脑上告诉你离你最近的餐馆在哪 这在现在看来稀松平常 但在25年前便只会认为你疯了 马斯克与乔布斯的不同点在于乔布斯更像一个商人 而马斯克更像一个工程师 他独自一人完成了Zip2所有后台原始代码的开发工作 而抛头露面的销售工作则有弟弟完成 此时马斯克的商业天赋已然显露了出来 他明白投资人比起那些复杂代码更喜欢酷炫的产品实体 所以他就做了一个普通个人计算机大小的箱子 把它扣在了软件上 还在箱子下面安装了轮子 每次潜在的投资人来拜访的时候 庞大的机器盒子缓缓地打开 露出产品本身 就像Zip2在一台V型超级计算机里面运行一样 熟悉历史的朋友可能知道 上世纪90年代末期 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 大量的热钱回流美国 互联网为首的新经济成为了资本宠儿被不断地追捧 最终在2000年的3月靠谋破裂 纳斯达克指数暴跌75%被打回了原型 马斯克兄弟二人正式站上了这波风口 并最终幸运地在1999年的2月 将企业以3.07亿美元的现金价格 卖给了个人计算机的制造商康伯 成功躲过了股灾 分别赚了2200万和1500万美元 马斯克在跟华尔街最顶级的投资人接触的过程中 迅速地掌握了其中的游戏规则 一个企业想要成功 仅仅靠好的产品是不够的 如果你想让别人放心地把自己的钱交给你 你就需要打造自己的人脉和个人品牌 所以他在收到支票之后干的第一件事 就是买了一辆当时世界上速度最快的迈开轮跑车 并让CNN的记者早上7点 来公寓门前拍交接的画面 这辆跑车就像一张上流社会的通行证 帮助他加入了亿万富翁的兄弟会 结识了包括甲骨文联合创始人 拉里·阿里森 网警创始人吉姆·克拉克等一众顶级富豪 与此同时 他也将一半以上的钱全部投入到了自己的第二家创业企业 一个专注线上电子交易的美国版支付宝 X.com就这样诞生了 这体现了马斯克一贯的创业哲学 如果你想引领时代 就要赌上自己的身家姓名 仅仅靠圈别人的钱来改变世界 是很可笑的 X.com创建了世界上第一家网上银行 但随后主要竞争对手贝宝出现了 两家公司采取了现在最常见的注册反现金的方式 展开了一场烧钱大战 最终在2000年的3月 由于贝宝没有足够的现金储备维持运营 贝宝并入了X.com 马斯克也成为了新公司的CEO和最大的股东 两家的合并使得新公司的入户量激增 但也就此埋下了祸根 在当时 公司面临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网络诈骗和信息安全 随着X.com的交易量暴增 它的网站在基础设计上的不足就暴露了出来 网站几乎每周都要崩溃一次 两方的团队虽然搬到了一个办公室里 但却互相看不顺眼 马斯克继续坚持维护X.com 但大多数人更偏爱背包 内部矛盾的激化 使得一小群员工聚集在一起 趁着马斯克和第一任妻子贾斯丁坐飞机去蜜月旅行之机 私下发动了政变 向董事会请愿请回背包的联合创始人彼得·迪尔 担任CEO替代马斯克 等马斯克飞机一落地一打开手机 家已经被偷完了 他也不得不接受了被取代的事实 这次的教训让马斯克学会了 一定要为公司的控制权和CEO的职位而战 不过马斯克依旧是公司最大的股东 2002年的7月 伊贝出资15亿美元收购被保 马斯克净赚2.5亿美元 当时他只有30岁 就在身边的有钱人都在筹划着去哪里买海岛的时候 一个疯狂的计划正在马斯克的脑子里开始慢慢地浮现 这一次他准备把人送上火星 2002年的6月 就在伊贝正式与被保探妥收购前的一个月 一家毫不起眼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就在伦敦郊外一个闲置的仓库内成立了 当第一批员工入职时 他们被告知SpaceX的目标是做太空行业的廉价航空公司 依靠制造成本低可回收的运载火箭 来垄断低端卫星发射市场 在当时 即使最疯狂的投资人也不敢把一分钱交给他 他自己是这个项目的唯一投资人 卖被保的钱在手里还没误热乎 一转手又被他砸进了一个新的梦想里面 马斯克延续了自己在媒体前一贯的高调作风 在镜头前开始大放卫星 宣称列英一号的载荷将会是传统火箭的四倍 但成本只需要原来的四分之一 但在后来的采访视频中 马斯克也坦诚 他其实是占了NASA的便宜 他们团队只需要在现有非常成熟的火箭技术上进行改进 这实际上为他节省了三到四倍的研发成本 就在SpaceX还在四处招兵买马之时 2003年的秋天 马斯克竟然推荐揭示了年轻的艾伯哈德 后者正在为他新组建的一家名为特斯拉的初创电动汽车公司 寻找主要投资人 马斯克仅容了三天就决定为他们注入650万美元 条件是成为特斯拉最大的持股人和董事长 之后马斯克也确实很好地运用了他手里的权利 将艾伯哈德踢出了局 因为特斯拉的初期资金非常有限 所以他们决定采用了先生产少量的豪华跑车 来破除大家对电动车的成见 再制造面向大众的消费级产品的策略 2006年的7月 特斯拉带着两款原型跑车 在圣克拉拉的一场展示会上亮相 以炮而哄 特斯拉的发布会上 州长施瓦兴格亲自驾驶跑车亮相 包括莱昂纳多和乔治·克鲁尼等 一众明星纷纷下单订购 使这款车风头一时无量 但艾伯哈德的团队大大低估了将原型车投入量产的难度 对设备和原材料方面的开销过于惊人 这使得生产一辆跑车的成本一度高达20万美元 而当时特斯拉的预期售价是8.5万美元 这意味着卖的越多 赔的越多 而且最关键的 因为故障频出 有三分之一生产出来的车 根本就没法开 马斯克在了解了情况后 当机力端撤换掉了高管团队 亲自下场参与特斯拉的运营 并且继续追加了原先两倍的投资 关于这个故事 艾伯哈德的一方有着完全不同的版本 他认为自己只是背锅侠 真正导致车一再出问题的原因是 马斯克想要的各种不切实际的改动 比如在车门上安装电子传感器 人们通过手指触摸 而不是拉动手柄去解锁 再比如全碳纤维的车身等等 这些时不时冒出的奇思妙想 严重拖慢了研发进度 双方的口水战最终也在2009年 演变成了对驳公堂 这是后话 眼下马斯克身上的麻烦才刚刚开始 首当其冲的是他的主业SpaceX 从2006年到2008年 三次发射全部宣告失败 第一次是罗姆老化导致的隐形起火 第二次第三次 是没有能够进入预定的轨道 而账上的钱仅仅够在设一发 特斯拉这边一再延后的发货演变成了公关危机 使得大众开始怀疑他们到底还能不能够在有生之年 见到量产车 当时的特斯拉已经接受了超过1200份订单 从顾客手里拿到的几千万现金 全部挥霍一空 因为正好赶上了金融危机 连通融这样的大公司都难以为继 更没有人会管什么创业小公司了 靠着马斯克自己的钱 只能够支撑到2008年的年底 如果最终失败了 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马斯克把自己卖被保证的两亿花的所剩无几 他不得不面对一个千古难题 保大还是保小 抑或是两个都保不住了 更糟糕的是 在这个节骨眼上 马斯克与贾斯丁八年的婚姻破裂了 两人通过媒体打起了口水仗 贾斯丁每发一篇博文 媒体和大众的唱衰声就多一份 这就像一把一把的刀子 扎在马斯克的心上 马斯克一周工作七天 一天工作二十个小时 他的精神几近崩溃 这个男人罕见地在媒体面前 呈现了自己最脆弱的一面 但时代不会相信你的眼泪 就在这样糟糕的情况下 2008年9月28日 01号的第四次发射准备开始了 而这也是他最后的机会 5 4 3 2 1 0 And we fly We have lift off SpaceX Falcon 1 launch vehicle Falcon has cleared the tower Plus 12 Pitchcock 刚刚的停顿 可能是马斯克生命中 最漫长的奇妙 但所有人依旧在等待 等待主体真正 的成功发射 是SpaceX一跃成为了 国际空间站的工艺商 并因此收到了美国航天局 16亿美元的货款 减了燃眉至极 现如今 中型可回收运载火箭 009号 已经成为了SpaceX的主力 根据马斯克的设想 在未来 火箭会像飞机一样 仅容24个小时 就能够完成整修 进行下一次的发射 从而使太空旅行常态化 而特斯拉这边 马斯克放出风声 SpaceX要给特斯拉 注资4000万 这一消息成功吸引了 大批文讯而来的资本拆浪 而由于此前 他们帮助Smart设计的 电池项目成功完成了交付 奔驰木公司戴姆洛 愿意出资5000万 购买特斯拉10%的股份 公司成功地从破产边缘 被拉了回来 随后特斯拉进入了快车岛 2009年3月 公司发布了首款家用车型 Model S 2010年6月 特斯拉成功上市 时间不回到现在 2019年10月23日 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 正式开始投产 作为中国历史上 首个由外资 百分百独资的车企 特斯拉乘着中国的东风 股价一路高个猛进 飙升至748美元 挺贵最艰难的世界的特斯拉 如今市值已悄然来到了 1348.3亿美元 超过福特 成为美国历史上市值最高的车企 这也难怪 在2月7日上海 首批特斯拉的交车仪式上 它兴奋地给中国人民 带来了一场热物 SpaceX这边 北京时间2020年1月19日 搭载天龙号宇宙飞船的 雷营9号火箭 从美国佛罗里达州的 NASA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 1分36秒后 雷营9号爆炸 不过别担心 这次只不过是 马斯克和NASA联手 做的一场秀 为的是测试 他们为新型商业飞船 设计的逃生系统 随着太平舱平稳地 落到大西洋 这场约合人民币 4.25亿的 史上最贵烟化秀 大获成功 这也扫清了 他自主设计的 飞龙号山业飞船 上天的最后阻碍 可以预见的是 也许在你我有生之年 真的可能因为这个男人 让我们去太空开一看 讲完了故事 让我们把镜头拉回来 马斯克在各种采访中 反复提到 之所以他能够 在不同的领域获得成功 正是他在思考中 始终坚持物理学的 低性原理 这是他成功的秘诀 低性原理听起来 特别的高大上 其实用最简单的话 去概括的话 就是从头开始算 假设你现在是马斯克 你想造个火箭 把人们送上天 你准备怎么做 你可能第一步 需要先想办法掌握 火箭是怎么造出来的 然后你发现 哇 造一个火箭好贵啊 算了吧 但马斯克选择 用了低性原理的思维方式 从结果出发 往源头去 继续探究这个问题 首先他发现 很多费用是中间商赚差价 如果他能够重新优化设计 自己生产这些部件 将会省下一大笔钱 还没完 当他把火箭拆分的时候 他发现 火箭大部分采用的是 太空级别的设备 如果我能够找到 同样值得信赖 但造价更低的 普通电子设备 替换它们 我又可以节省一大笔 同时他意识到 花了那么多钱 费了这么多的时间 一点火 咻上天了 就没了 如果能够回收 反复使用 那成本就更低了 但所有人都会告诉你 这不可能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俄罗斯做了大量的实验 都失败了 如果可以的话 早就可以了 这正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最常使用的一种思维方式 类比推理 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 我们会第一时间想到 我有什么类似的经验可以借鉴 别人有什么类似的境界可以拿来用 这很棒 节省了我们很多的时间 但当我们把拿来借鉴的案例默认为最优解 或者最接近最优解的时候 我们就很难做出什么创新了 如果你只是想着怎么去寻找更快的马 那你就永远不会发明汽车 低性原理其实就是要求你质疑一切 直到你的问题归于最基本的真理 在这个基础上再进行改造 如果你想学弹钢琴 你可以最机械的练 照葫芦画瓢 遵循一万个小时的定律 形成肌肉记忆 你可以弹出很讨好听的歌 但如果你往最根本的地方去探究 去了解乐器的发声原理 也许你就能创造出属于你的全新的乐器 今天这期视频的内容就这么多 我是绝人 还是那句话 我会每周在这里持续你分享我对这个世界的所知 所以想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喜欢我 欢迎点击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